今天是5月12号 五一过完刚好一个星期 飞扬市场里面的机器已经回归了正常的价位 关注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五一期间是有一波小涨价的 原因就是五一香港那边放假了 机器过不来就开始涨了 现在已经全面复工了 所以价格也就下来了 像我手上这台美版有所的 Supro Max 256蓝色的机器 五一期间是涨到了5150 今天是5000就可以拿到 这台机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完美改卡 这也是为什么它只卖5000的原因 现在的改卡方案是非常多的 能内置最好就选内置 内置是公认最稳定对机器伤害最小的方案 就算以后不想用了 回收的价格也要高一些 换卡的方案的话最主流的就是超薄 超薄也是分很多家的 有割中矿有不割的 最主要就是要看你能接受哪一个 如果这些方案都接受不了 可以选能完美改卡的15和15plus 15和15plus机器本身就预留了卡槽位置 只需要后期用机器开好卡槽 就可以正常的插换卡 我手上这台是美版有所的15188G粉色的机器 今天的拿货架是3133 有所的机器就要配合上卡贴 就可以正常使用 3000出头就能上到 还是非常香的 喜欢大屏的可以选15plus plus这款机器就是15的加大版本 电池更大了 屏幕也大了 其他的参数跟15是一模一样的 这台是美版有所的15plus 128G粉色的机器 今天的拿货架是3480 对比15只贵了300多 了解华江北最新动态 掌握一手寒情 记得关注阿金